2015年5月27号,百革时事为你整理各家评论。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报的评论,因为死的是别人。 大马因为难民潮和乱葬岗事件成为国际媒体焦点震惊的世界。 中国报作案作者曾子权认为,更扯的是, 大马政府对这个存在已久,需要领域外合,人鬼勾结,打通脉络, 才会形成各种惊人数字的事件上,有如刚睡醒的人后知后觉。 协调神经麻痹瘫痪,资源在手却自费武功。 作者质问,那么多人,那么多尸体,当地人和执法员不可能没听过, 是不懂得网上报还是知情不报呢? 又或是女人蛇集团勾结,公然欺骗和收钱,而人命怎么会丢弃得如此不止? 政府过去许多名堂响亮碰碰声的对策,流于文书作业, 表面声势浩大,结果斧头蛇尾,破网欲俯欲破。 这是能力,更是态度上的严重问题,又或是因为死的都是别人吗? 接着我们来看新洲日报的评论,标题是,完善公交系统方为良策。 为了出缓大道在高峰时段拥挤情况,政府考虑实行变通式收费措施, 即在高峰时段征收交高的过路费,在非高峰时段征收交低的过路费。 针对着新洲日报专栏新观点写道,这措施并不实际,且绝非治疗该晚级的良方。 毕竟在平常日子,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面对的是缺乏弹性的工作时间, 没有太多选择余地,所以不能沿用和加节期间常采用的折扣优惠策略。 而上班族在高峰时段挤在车笼中,非他们所愿,而是因工作之故, 所以即便政府调低非高峰时段的过路费,他们亦无福享受。 所以作者指出,就大道交通拥挤的问题而言, 变通式收费不是答案,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才是解药。 一个完善兼具效率的公交系统,将受公众青睐,吸引更多使用者, 才能有助于减少道路上的车流量,达到舒缓交通拥挤之效。